邵政依然保持着儒雅的姿态 愉悦而友好的说道 生意当然不错了 美国总统访问了中国 要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 中美的贸易谈判非常顺利 中国很快就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积极的申请奥运会 而且就在北城举行 当然了 这都是宏观形式 但是我的公司未来会在美国上市 中国越是开放 我们的生意就会越顺利 你觉得是这样吗 邵政真是侃侃而谈 竟然还征询孔寒一的意见 这可真是对孔寒一了解甚少了 邵政弹性正浓 甚至还打算耐心的跟孔寒一讲讲 日本商人为什么会在九十年代败给美国 淡满之国瑞典为什么有那么多庞大的跨国生意 犹太人为什么都是出色的生意人 等等生意人热衷的话题 孔寒一却低下了头 凝望着手里晶莹剔透的细长的酒杯 尽量聆听着邵政的高谈阔论 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邵政似乎察觉到自己把话题扯远了 或许是因为紧张而变得语无伦次了吧 紧接着 邵政就想到了今晚谈话的正题了 他本来要为孔寒一庆祝几天以后就要到来的生日 还要郑重地告诉孔寒一要把这间新疆餐厅送给他 作为生日礼物 于是邵政举起了酒杯 语气温和地说道 生日快乐 孔寒一略微敏感地望着邵政 目光里略过惊恶的神色 又迅速平静地说 今天不是我的生日 你弄错了 他笑了笑 依然凝望着他的脸 觉得那是世上最美丽的风景 所有能够轻轻抚摸那片风景的手指 都是世上最幸运的手指 幸福和欢乐我都愿意提前给你 我还为你买下了这家餐厅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他被他灼热的目光盯得实在有些不大自在了 也为他的话感到惊讶 目光里有一丝慌乱 很快他就镇定下来了 反而更加不喜欢他作为生意人的轻浮 也许任何无聊的物质馈赠 都是肤浅与单薄的 尤其是对于这个商骨权贵家出身的姑娘 于是孔寒一很随意的就拒绝了邵政 请别用生意人的馈赠去救赎一切 许多人接受不了 不过对于你们生意人来说 这算是一笔不错的投资 你也许会赚钱的 看来孔寒一还是对生意上的事情 丝毫不感兴趣 于是邵政打算把话题转移到孔寒一迷恋的绘画艺术上 但是邵政对绘画可是纯粹的门外汉 几天以前孔元道透露说孔寒一迷恋莫奈 邵政就赶紧的查阅了许多资料 算是死记硬背了一些小常识 邵政端起酒杯 喝了一小口红酒 然后极不自然的 把话题转移到法国画家莫奈 说说莫奈吧 我们的角度可能不大一样 不过这倒没有什么 你觉得呢 他望着他 目光很专注 似乎鼓励他说下去 我想谈谈财富和伟大的画家之间的关系 莫奈因为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生活颠沛流离 莫奈的父亲是个生意人 莫奈却鄙视经商而迷恋绘画 所以和父亲的关系很紧张 父亲拒绝提供生活援助 莫奈的生活非常贫困 因此自己毁灭了数百幅画作 又想不要自杀 结果呢 他的好妻子卡妙为他生下两个孩子以后 因为无钱看病死去了 一个英国商人好心的帮助他渡过难关 后来他们的关系又崩溃了 因此莫奈的生活还是很贫困 在穷困潦倒中 他的第二个妻子又死去了 长子也死去了 莫奈自己也差点变成盲人 莫奈如果有点生意头脑 就不会这么惨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 生怕稍微耽搁就忘记了 然后又是深情的注视着他的眼睛 他自然的避开了他的目光 可能是莫奈的故事让他有些感怀 他当然不赞成邵政的看法 因为邵政丝毫没有谈论到莫奈的艺术 没有把大师当作大师看待 只是当成了普通人去谈论 他看得出来 他在勉强的谈所谓的绘画艺术 但是他还是礼貌的和他交谈下去 如果莫奈处理好了那些关系 如果他没有失去爱他的妻子和长子 他也画不出来睡帘 他85岁画完了那幅巨画 两天以后就孤单凄惨的离开人世 但是孤独和凄惨对莫奈的艺术来说 就是最大的财富 他一时语色 甚至不敢再继续谈论下去了 如果再给他几天时间 他还可以继续查查西班牙绘画三巨头 毕加索 达利 米罗的故事 甚至还可以查查他们跟情人之间的故事 以及他们为什么都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那块土地上受到启蒙 现在可不行 他不能继续跟他谈论绘画了 否则很快就露马脚了 想到这儿 他被迫又转移了话题 我的意思是说 你对商人有些偏见 你对你的父亲也有些偏见 你知道多少生意人被他们顶礼膜拜吗 我听说你拒绝接受他的帮助 却偏要自己赚钱去搞艺术 这样行不通的 如果你接受了商人的帮助 你也会有像莫奈家里那样的庭院 那样超大的画室 也许你也能画出睡帘 看来他们的沟通还是很隔膜 他又拐弯抹角的谈到了 他不喜欢谈论的生意 他的眼睛却还是凝望着 他圆润的脸庞 他古典美的眼睛 他小巧的耳唇 他蓬松的短发 他顽皮的嘴唇 一切都融化在他的魂魄里了 他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了 脸庞微红 然后他还是忍不住的提到了餐厅的名字 你的餐厅 为什么要叫 他一曼 他得意的浅笑着 觉得这个问题 郑重下怀 不 这是你的餐厅 哈一曼是个漂亮可爱的天使 每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你在开玩笑吧 我认识的新疆小姑娘也叫哈一曼 真是巧合 是吗 那可真是巧合呀 好吧 我们用晚餐吧 邵政礼貌的朝两侧的逝者扬了扬手 示意他们退下去 准备上晚餐 几分钟以后 逝者们就把精心准备的新疆风味的晚餐 摆在了餐桌上 然后逝者们悄悄退了下去 大厅里就剩下他们两个客人了 他举起了酒杯 温柔又有些打趣的说道 为你的生日和绘画干杯 也为了莫奈的孤独干杯 他也举起了酒杯 甜美的笑容真是让人心碎 他们都放下了酒杯 他并没有邀请他用餐 而是有些神秘的说 我为你的生日祝福 天使也要赶过来为你祝福 你相信吗 他浅浅的笑着说 我相信天使 天使永远在我们心间 你也一样 天使要出现了 我们等等看吧 他神秘的笑了 不再说话 然后大厅里的顶灯慢慢的熄灭了 四周墙壁上的小臂灯 却立刻亮了起来 大厅正前方圆圆的舞台上 却投下了淡淡的光运 木帘徐徐的拉开了 孔寒一真的惊讶了 舞台的中央站着一位漂亮的小姑娘 伴随着柔和的当琴曲 她跳起了欢快的新疆舞蹈 她的手里握着一束山间草原的野花 穿着绚丽夺目的民俗舞蹈裙 哈伊曼 是哈伊曼 孔寒一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欣喜 禁不住的自言自语 两年以来 孔寒一一直资助这个漂亮的图瓦族小姑娘读书 还创作了好几幅关于她的画作 她真是没有预料到 会在这个时候 在这样的气氛中 见到这个漂亮的小姑娘 如今 哈伊曼长高了 更加漂亮了 还学会了跳舞 这可真是让孔寒一 感觉到欣慰和幸福 孔寒一坐在餐桌旁 差点要激动的流出眼泪来 音乐结束了 哈伊曼欢快地从舞台上跑了下来 来到了餐桌旁 她把野花递给了孔寒一 眼眶里浸满了泪水 然后用不太熟练的汉语 缓缓地说道 我跳得好吗 我跳得好吗 姐姐 孔寒一顺手就把哈伊曼搂在了怀里 激动地亲吻着小姑娘的头发和面颊 你 你会说汉语了 这真是太好了 你跳得好极了 跳得好极了 哈伊曼的脑袋轻轻地靠在孔寒一的肩上 因为激动而啜泣地说道 尚叔叔 把我接到北城 我还看到了天安门 姐姐 我很想见到你 很想见到你 孔寒一紧紧地搂住了哈伊曼 眼眶里盈满了晶莹的泪花 这可真是让他感觉到开心和意外的事情啊 他不禁深情地望了邵正一眼 目光里充满了感激 邵正一直不变地深情地凝望着他 嘴角挂着微笑 这时候他不紧不慢地说道 好了好了 哈伊曼 今天可是寒一姐姐的生日 要高兴起来啊 哈伊曼非常懂事地用漂亮的小手擦了他眼泪 又不太情愿地缓慢地挣脱了孔寒一的怀抱 脸上挂着灿烂野花般的笑容了 然后三个人开心地吃了美味的晚餐 席间孔寒一和邵正仍是交流不多 但是却对邵正有了新的看法 也许孔寒一需要客观地评判眼前 这个意气风发的生意人了 孔元道的计划比预想的还要顺利一些 而且他并没有求助于他的父亲 当邵正和孔寒一的隔阂 渐渐地消失以后 孔元道就不失时机地 与邵光元往来频繁了 邵光元也慢慢地欣赏孔元道了 觉得他是个年轻又朝气的生意人 当然了 邵光元更看重孔天尹的面子 看重孔天尹在民间富翁圈子里的权势和威望 邵光元需要这种威望和影响力 对于邵光元来说 神州石油集团只是国家的财产 自己无非是帮助政府照料一下罢了 即便从中可以胆战心惊 或者巧取巧夺的开油 那又算得了什么财富呢 事实上 邵光元为代表的国家巨额财产的看门人 也形成了一个商骨阶层 他们掌握着国家最垄断性的生意 掌握着让孔天尹为代表的商骨们 艳羡不已的资源 他们因为代表党和国家的利益 而与政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半官半商的身份倒让他们无限风光 但是邵光元的这个阶层也有尴尬的地方 他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前途 因为他们的前途与政客们的变迁息息相关 他们无法从垄断资源内里 攫取到巨额财富 因为这些生意属于国家 他们和民间富翁们做着大笔生意 却与民间富翁的圈子永远存在不小的格模 邵光元又算是个老谋深算的红顶商人 他觉得与孔天尹交好 对他的前途有益无害 如果两家有了姻缘关系 就更为妥当了 一方面 天通可以帮助邵光元把政绩做得更好 若是赶上商骨从关的热潮 邵光元还可以捞得要职 另一方面 倘若邵光元无奈退位 天通的偌大家业 也足以支撑他儿子掌管的 邵氏集团的生意 牵挂着那么多让他心花怒放的利益 邵光元在北城郊外 避暑山庄的度假别墅里 非常热情的接待了孔元道 他耐着性子听孔元道讲那些大生意的道理 说他们即将合作的旅游地产 就是要把当地沿海的大片土地圈下来 建造一座旅游小镇 小镇上有广西各个少数民族的主题公园 风情街道和艺术表演 当然了 这些只是给中产阶级消遣的地方 然后他们还可以在周边建造亚洲最大的论坛和展览会馆 因为中国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以后 全中国的生意人都挖空心思的做论坛 做展览 做博览 好像是全世界的人民都要来中国开会和消费 孔元道也同样耐着性子的跟邵光元谈论他们的生意 而且谈判的方式和孔天吟有所区别 孔元道和他的父亲都是那么喜欢讲道理 喜欢讲那些生意场上的软道理 讲那些让大家都能共同发财的大道理 不过孔元道似乎更加健谈一些 而且谈话的内容也更加活跃 如果我们在这里建造亚洲论坛的会馆 那可是长远的大生意了 你是知道的 富人们聚集的地方就是赚大钱的地方 这会儿就会有西部最大的娱乐场 就会有夜总会 旅馆 赌场 秀场 高尔夫球场 跑马场 游艇港 也许还有全亚洲的年轻女人 邵光元心花怒放 似乎看到了大好前程 接着就用不懈的语气抨击了南方其他沿海城市的旅游地产生意 他们把全世界的景观都做成了假模型 然后搬到公园里去 美国白宫 埃及金字塔 悉尼哥剧院 法国埃封铁塔都在里面了 然后许多人就疯狂的拥到公园里 还欢天喜地的 真像是百元钞票游遍了全世界 看来自欺欺人 也是能赚钱的生意呀 孔元道就摇着头笑了起来 继续听邵光元说些有趣的段子 于是邵光元就接着说 西部的生意谁能说得好呢 有的生意人说放开手让外国资本家开发 就能搞出旧金山来 又有的生意人说西部应该做军火生意 这些都不合政府的意嘛 但是我们的方法很好啊 邵光元的话让孔元道觉得放心踏实了 只要邵光元同意出让土地与天通合作 孔元道也很容易争得当地政府的同意 因为高利民是天通利益同盟上的老伙伴 如此一来 北海的生意有望迅速的包装成功 然后天通地产就能顺利的在香港上市融资 之后成胜取得南城帝王的生意 于是孔元道不露声色的说道 当然是好生意了 好生意才会找一家人合作嘛 邵光元哈哈大笑起来 笑得非常畅快坎道 笑过之后 邵光元点燃了一根中华牌香烟 这种香烟是邵光元阶层里的常用烟 邵光元听到孔元道说到一家人 这顿时让他兴趣倍增 不由自主的想到了邵政和孔寒一的关系来 一家人好嘛 一家人最亲了 好久没有看到韩一这孩子了 听邵政说 是去巴西度假了 哎呀 我一看到韩一就喜欢上了 又聪明又懂事理 怪不得天人拿他当掌上明珠呢 我们家邵政也是 邵光元没有说下去 并不想把心机透露得过于直白 虽然他时刻盼望着邵政与孔寒一能够成为恋人 孔元道当然立刻就猜出了邵光元的心思 猜想邵政应该在邵光元面前做了铺垫的 于是毫不犹豫的说道 寒一是个有主见的人 邵政也是个出色的生意人 他们的事情还用得着别人操心吗 您就放宽心吧 邵光元很满意的笑了 瞎了几口茶水 若有所思的说道 那倒是 那倒是 对了 我们的生意还不光我们说了算 可是要劳驾政府的 你都 处理的妥当吧 孔元道 从仿古的太师椅上站了起来 走到窗户旁 拉开了窗帘 窗外的藕池里 盛开了满堂的荷花 空气里 弥漫着清新的气息 然后 他缓缓的说道 这些技术细节的事情 您就甭操心了 有人会打理的妥当的 邵光元也站了起来 也走到了窗户旁 站在孔元道旁边 望着窗外 开满荷花的藕池 悠悠的说道 我记得 你父亲曾经说过 你认识谁 并不重要 谁认识你才重要 虽然是饭桌上的闲聊 那句话 对我触动很深啊 孔元道连忙谦和的点头称是 并没有说什么话 然后 邵光元就盛情的邀请孔元道 共赴晚宴 说是专门准备了皇宫里的宴席 传说是 慈禧太后专门 令李鸿章研究了这套宴席 专门用来宴请西洋的商骨 从北城郊外的避暑山庄 回到北城以后不久 孔元道没有跟孔天吟打招呼 就亲自到了广西 拜访高丽民 这种事情 以前孔天吟大多都是委托秦政前去办理 事实上 孔元道忙着和邵光元接触的时候 就已经把高丽民委托的事情打点的干净利落 这件事情对高丽民来说是个夙愿 但是对孔元道来说却是件平常事 高丽民 高丽民又逆凡了多年前王忠送给他的小歌星 建议思迁的迷恋上了年龄大约四十岁的女歌星 这个女歌星算是歌坛的长青术 就是这个女歌星成了高丽民的夙愿 为他日夜牵挂难眠 女歌星刚刚走红又忙于走学的时候 高丽民还在机关里望上爬 那时候就深深的迷恋了女歌星演唱的歌曲 也深深的迷恋了女歌星滚圆的屁股 发誓有朝一日仕途高升或者大发横财 必定竭尽全力要了女歌星 他可真是让他愿意舍弃一切的女人 让他盯着电视屏幕响入飞飞的女人 让他看到年老色衰的妻子 就像绝望自杀的女人 这桩小事情实在不必要让孔元道费力伤神 也根本拿不到台面上来 老安通过中间人找到了女歌星 他对天通娱乐在娱乐圈里的地位 四十岁的女歌星起初也觉得没有信心 担心自己的胸脯因为哺乳变得萎缩如干花 自己的屁股因得生儿育女下坠如气囊 自己的小腹也因为好吃懒做变得鼓鼓囊囊了 经纪人就像是精神病院里的老年修女那样 耐心细致又充满同情的鼓励女歌星 信誓旦旦的告诉他娱乐圈不是青春饭 然后女歌星就满心欢喜了 他也答应了交易的条件 会隔三差五的隐瞒着丈夫和孩子去高丽民那里戏耍 孔元道来到海边的别墅之前 高丽民还在卧室里和那个女歌星缠绵 那是一栋豪华的三层别墅 完全仿造古多玛的建筑风格 院子里面还修建了一座凯撒大地的铜像 大约象征着征战一切又所向披靡的意思吧 高丽民和孔元道就在别墅一楼宽敞的客厅里 轻松的畅谈 女歌星仍是懒洋洋的躺在三楼的大床上 他们先是畅谈了宏观经济形势 觉得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有水分 他们接着谈了谈国有企业改革 觉得国有企业改革是外国人赚钱的好机会 他们谈了谈火热的西部大开发 觉得西部大开发可能会有变相的洗钱运动 他们谈了谈美国轰炸中国驻外大使馆 觉得中国的国力有待提高 他们谈了谈正在紧急调查的走私大案 觉得那是政治博弈的游戏 聊了很多轻松的话题以后 他们才顺其自然的谈到了天通在北海的大生意 都觉得北海旅游小镇的生意 无疑是建了一座金山 简直是繁荣广西经济的天然选择 又是西部大开发的典型壮举 谈判进展的顺利极了 高利民热情的说他会举双手赞成 而且尽量避免政府办事 拖拖踏踏的坏习惯 然后他们又接着喝了几杯花茶 互问短长互相暗示 不紧不慢的送走了孔元道之后 高利民急不可耐的回到了三楼的卧室 女歌星手里端着咖啡杯 光溜溜的身子半遮半眼的搭上一件绸缎睡衣 半躺在床头的靠垫上 沐浴在大窗户洒进来的阳光和海风里 这间卧室可真是够大呀 装修的也金碧辉煌 高利民真是喜欢这里 喜欢躺在那张三米宽的大水床上 透过十米宽的明镜的窗户 遥望无边无际的碧绿的大海 很多时候 他更喜欢女歌星站在窗户前 一丝不挂的背对着他 他那柔软洁白的身体 与碧绿的大海 与湛蓝的天空 与遥远的天际线 都是那样的浑然一体 现在高利民如释重负 重重的躺到大床上 他使劲的捏了一把女歌星软软的屁股 又猛的嗅了一大口卧室里残留的磁性荷尔蒙的味道 自由的生活和欲望的解放 真是让人惬意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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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